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去楼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新近的阿布泰 林景南 没几天前就在她自己的Facebook上登了一张照片 写着《期待已久 阿布泰全新特举经营概念正式开展》 她很自豪地放了一张照片 就是她自己穿西装打胎 和陈茂波司长一起很开心合照拍照 她竟然还写着《阿布泰抢人才抢企业》 间接地这张照片令到她们的黄圈里来说很豪然 蛤 有没有搞错 你怎么可以和这个政权一起拍照 因为较早前阿布泰也有很多不同的Facebook帖 他们以为她只是玩东西 例如在上年10月1号的时候 阿布泰也出了个帖 写着《热烈祝贺国家成立73周年》 真是弄了图 很漂亮 很开心 有烟花 爆花 很漂亮 他们那时候还抱着一个 以为阿布泰曲到缘 缘到缘 缘到缘 就是说她是玩东西 这次去到真的和陈茂波一起拍照 你自己来的 那个是 你没得说了 因此她现在选择要自己跪下 我们再看左边的照片 今时就不像往日 往日就这样走出来 又说自己作为商人 有社会责任 更加要站出来发声 她那时候有参加过光伏沙田 因为这样 疑似被海关方面辞退了她 说一说她为什么会站起来 海政司司长陈茂波旁边拍这张照片 然后再放出来 为什么借来用一下 她说过去这两年来说 移民潮不断 香港的消费群也趋向保守 又说他们阿布泰作为香港零售业的一份子 当然不能独善其身 我想生意方面都会受到打击 说会坚定地与业界共度时间 亦都会配合政府全面推进抢人才 抢企业的工作 还有写到明 她写的 没写她的这个字眼 与祖国通关在职 陈茂波司长就提到 随着放宽检疫政策 复办国际城市 预期新一年访港旅客的人数 一定会明显反弹 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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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 什么社会服尚 气氛效应 会刺激本地市民的消费意欲 还说在国家的经济稳步向前政策下 他说他自己对香港的零售业前景感到非常乐观 所以正式宣布他们展开了特举经营计划 为了在流港继续一起的你提供多一个选择 总体的意思是内地的旅客日后都能够来香港 经济方面会复苏 大家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也想成为阿布泰的老板之一 你自己也开了一间 不用担心没有生意 因为跟祖国通关 那就不用担心 他如何赞扬自己 或者说自己特举经营的优势 由他的五大诉求变成五大优势 他的什么优势 我就不说了 变成为帮他宣传 还搞笑 后来写着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有完善的法律法规 在未来生机处处 留下来的人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城市努力 说好香港故事 说好你们每个人的奋斗故事 哇 这里看到他们 眼都凸了 呆了一样 好 老实说 这个阿布泰已经变了 刚才我都说了 他一年前参加过光复沙田 即使对于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玩 购物 搞到什么拖劫 又说什么沙田都淪陷 整个新城市广场都是内地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就变成很难 很舒服地购物 因此又要光复还是怎样的 当你自己做了一个企业的老板的时候 你就知道生意的重要性 如果你说要吃这些黄圈 黄色经济来到 还是靠他们去惩罚你去买东西 死定了 还记得吗 那时候因为海关去过 因为他那些标签的问题 就充公了一部分货 接着那群人就说要买爆他 惩罚他 排队排好久都要排入去买 阿布泰还在外面看到一些人合拾 再加上他现在就算怎么做也好 他仍然身负着泛民初选47人案 里面其中一个保释了出来的友仔 这件案 我说你和陈茂波拍照也好 和李家超拍照也好 什么都好 就算你放多少个帖 兴贺回归也好 国家成立也好 国庆也好 什么都好 都不能够去抵消你这件案件的罪名 和严重性 不过如果你自己说后悔就已经太迟 他们那群人看到阿布泰这次这个post 他们怎么去自欺欺人 或者怎么去帮自己开脱 你想想他们说真的要支持阿布泰 这个黄圈 黄店 黄色经济 你突然看到阿布泰现在变成这样 就是之前出的post 还会帮他解释一下 就说他有案件在身 有这些初选案 我都说了 华之你跟着出多少个post 多么爱国都好 你写到多么欲骂都好 都没用的 一件还一件的 法庭不会理的 这个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法庭知 阿布泰 陈景南自己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去做呢 有些人就会帮他帮他开脱 就说他还有小孩子 和老婆要去养的嘛 如果你说到自己这么硬正 不会跪下的 如果为了要养小孩子 养家人就要跪下 你们口中的跪下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就叫跪下 我觉得很平常不过 现在阿布泰出这些post 是他们这么杀有介事 因为跟他们的政治立场 和理念 就是那些什么良知等等 完全相违背 但是最惨的是什么呢 想当年 或者叫做 撑了阿布泰一段那么长的时间 现在突然叫做跪下了 自己都炒了车 或者叫做信错人的 虽然阿布泰一这样写法 这样说法 跟一般做生意的人无异 我就觉得没什么难接受 你说他反而还继续要去搞什么抗争 什么和理一起 什么肯快乐 什么抗争肯快乐 这些反而令人觉得 似妈根 就是到了今时今日就还搞这些 他们现在再去分 挺过瘾的 就是分两样东西 跪下都可以分 就是究竟叫做 自己自愿跪低 还是逼你去跪低 你说阿布泰是否叫做被迫跪低 或者要这样做 有些人说他是 我又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他老婆和小孩已经回到泰国了 因为他太太本来是泰国人 他带了小孩回泰国住 你已经无后顾之忧了 什么要担心老婆和子女 不需要 再借泰国的生活洗肺 真的比香港少很多 轻松很多 你说他是被迫跪低 因此都不成立 法律上来说 就算你现在做了多少多少的 外国表现的行为 配合特区政府 配合香港的经济 民生去到发展也好 你始终都是一个平常的商人 没有特别的优待 不会因为这样 而到时在法庭就得到轻判 差了你自己是认不认罪 他选择是不认罪的 以我记忆所知 而且你自己一早都已经保释了出来 最初以为他是说这些说话 是等他保释的时候 都不会因为说错误而被拘捕 或者叫他再倒进去还压 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好像杨岳桥、郭嘉琪 还压了一段颇长时间 你想想 他们在场内还压 一天过一天 贴下信封 赚了一个几毫 你看看阿布泰 哇赚到赔满滑满 又开了阿布泰便利店 现在还说要搞特区经营 人人都可以做阿布泰李老板 哇多开心 你看看 还要打着胎穿着西装 就和陈茂波一起拍照 不过陈茂波又不介意 又不会说因为你政治立场 因为你是保释出来 亦都参加过泛民初选 而因为这样就拒绝跟你拍照 拒绝跟你合照 那不是的 如果你告诉大家 你是愿意去做好经济 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其实政府无人欢迎 你都是帮忙去留住香港人 人人才一件事 这是一份子 你说阿布泰这样做 是不是叫做跪低呢 刚才说了 分开了两种 究竟是被迫 还是自愿 或者叫做不跪 或者不用跪 你都会摸到他 跪低的声音 跪在这里 现在比起他有一种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他叫被迫跪低 这个说法 我觉得站不住脚 而现在阿布泰在他们的眼中 某一部分 觉得真正的跪低 就算他们黄圈的人 看到阿布泰跪低 叫做真心跪 为了饮食而这样跪 他们又再分裂两批人 挺有趣的 这批人口说 又说什么不分化 但是他们拆完一堆又一堆 拆完一堆又再拆多几堆出来 为什么呢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周小龙 就是搞chicky duck 他折舵 惨败收场 执完一堆又一堆 执到变成了艺术百货 执到最后 连周小龙自己都没人了 不玩了 就离开了香港 拜拜你尾 但是他失败收场 但是这个阿布泰就好像越搞越发 你看 哇 多英俊 多有型 就是跟以前左手变 这么瘋的那个 其实你去到这么瘋的盡头 就像周小龙那样 你们这些是自取滅亡的 就是你们的黄圈都养不了你 还要把黑暴女神 将黑暴标志性的工具设计出来做产品 把整家人铛铛铛成这样 那么黄就没其他一般人买货 只靠一群人支持这个理念 已经告诉你是死定了 像阿部泰一样 你有没有见他卖黄圈的东西 黑色利是鸿 和理食曲奇 或者一些黄油做出来的产品 没有的 就算有的也是很少 你不会看到 很有政治符号的东西在里面卖 你说是什么黄店制造的 如果合情合理的 他会放出来卖 但如果太过有政治色彩的 你是一件都不见 如果有的话 麻烦你拍张照来看看 所以见到这个周小龙 也有开帖出来吓他 不过他就不敢吓得这么直白 因为他自己可能 打从心底 都知道有一群人 还在支持这个亚布泰 或者有一群人 在想这个亚布泰 究竟是否玩玩的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这个亚布泰又再瘫过 如果他瘫起来 又好像左手变的 走去不知叫什么叫什么 那怎么办 不过这个机会 很低 因为他始终背着 泛民47有这宗案件 在身上 迟些 也会去 上庭 因此这些周小龙 就很不奋气 看到他这样 又怕阿布泰 遲些有什么post 暗示自己是 迫于无奈 这样做 那他就炒车 所以他自己也叫做留一线 又是写了什么曲道圆 现在有些人就会说 阿布泰你没有搞错 你的风向转得很快 是不是 有些人还好笑 如果有陈茂波加持 不会再被人 拉人风铺 这个又不会 不关事 拍照可以叫做加持 那什么都可以 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 店铺要倒闭 陈茂波也走过去哪里 喝奶茶 什么去喝茶 或者去哪里 走过圈 跟街坊拍照 问他用消费券 用成什么 有些人还好笑 就说 原来陈茂波是手足 哈哈哈哈哈哈 那当然不是 有些人就觉得很震惊 看到阿布泰这张照片 简直叹为观止 有些人还在罵阿布泰 有些人帮他说汗 挺好笑 站在道德高地批判 真是好疑 你看看人家 凄离止散 被人告 多么惨 不是你自己 那当然容易 就是了 还有人相信阿布泰这些 是迫于无奈才要这样做的 当然不是啦 为了卵吃 如果真的 他不用发行那么多个黄店 如果要这样 被他们觉得跪低 来扩展分店 倒回来 在这些最极端 深黄的人的眼中 他们宁愿 不跪低 宁愿 一息上传 抗争到底 就会宁可 自己的店铺 到后拿 haar量 mismos 并可以肯 trabalzon 缩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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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光是从母国 staff 不停地缩维缩绿缩统缩 cje召唤壶 预扬不顾 最后 า包担矩 维护 磨 不要紧 就他从小好吃 叫做肉fit 焗 确认 啊布泰 爬 ét 要是 有点 ru sí 最好笑的是还有一群人盲撑 看到亚布泰已经不是左手变上当年的亚布泰 你们支持错人 其实亚布泰已经想回归正常了 有些人还说 你变L到这样 真是好生意 他真是生意够好 有些人会觉得其实他当时叫黏黄圈 是不是利用黄圈来发达亚布泰的铺 到差不多铺的铺 或者不用再黏黄圈 那便回归正常了 其实这些做生意是这样的 以鱼我诈 还有他没有骗你什么 你自己觉得人家是和你一个政治立场 暂时来说 看到最愤怒或者最紮紮跳的就是周小龙 周小龙怎么说呢 X你老X 香港有完善法规法律 这句是刚才亚布泰说的 香港的法律法规完善 不怕做生意 有保障 这也是香港的优势 是周小龙这些 又要在店铺放什么女神 搞到商场就给你一封信 要你搬扯 搞什么X事 就算真的有人握着炮 指X住你的头逼你说 有些人说 宁愿你一野莲纸巾打X我 我怎么都不会说 这句香港有完善法规 就是其中一句 他说曲都要曲 曲都要曲 哎呀 真是好笑 他们对于什么叫做 完善法律规则 他们当然不相信 为什么呢 这么多手足 什么话 他们是暴动罪 他们是暴徒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他们觉得暴动罪是不对的 如果怎么会当时 就要撤回暴动定性 他们觉得自己不是暴徒 这样做不是暴动 不应该拘捕他们非法集结 即是觉得官方这样判 为什么他们出来这样做 就是争取民主自由 因为这句叫做完善法规法律 这句说话 或者这样的说法 例如我们听听听邓炳强局长 当时的李家超 在未做特首之前 就是因为有国安法之后 说香港可以由乱去到治 因为有了国安法 令某些行为可以收敛了很多 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当然还有些人仍然会以身事法 这就恭喜他自己了 所以为什么周小龙对这句那么疯 他觉得很多法规是否特意弄他 他那时候放了什么刘晓波 那些什么铜像在店铺里面 然后说要清掉他 原来是社民连的 那时候很搞笑 他经常觉得香港是没有法治的 法治已死 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事 適时务者为警男 其实本身阿布泰是不是觉醒了呢 觉醒了要做一个正常人才行的 再做下去也没意思的 好了 刺一刺一刺一刺 人会变的 那我们给不给亚布泰变呢 那大家自行判断吧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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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